2018年7月3号 法国南部著名的旅游圣地 普罗旺斯 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一名中国人在参观一个当地的教堂的时候 突然从十多米高的围墙上跌落 最终不至身亡 这起看起来很普通的意外事件 因为使者非常敏感的身份 迅速引发了轩然大波 使者名叫王健 是当时位列世界500强的海航集团的董事长 王健之死是一起意外 还是别有引擎的谋杀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爷故事 2018年 正是曾经刺刹风云的海航集团 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成立于1998年的海航集团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航空公司 运用魔术一样的融资杠杆 十几年的时间中 不断的买买买 通过一系列的并购 在2017年登上了美国财富杂志 世界500强的第170位 当时的海航集团 控股境内外的上市公司 墮达26家 是瑞士航空 香港航空 德意志银行 希尔顿酒店等等 著名企业的大股东 旗下管理的资产超过1万亿人民币 一时间风光无耳 但就是这么一个 很少资本市场的怪兽 在2017年突然遭遇了 来自政府的强力打击 2017年的6月 中国银监会突然发文 要求各大银行对海航集团 进行受信核查以及风险分析 2018年的1月 集团的创始人陈峰 承认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随后在8月 就发生了董事长王健 在法国意外身亡的事件 巨大争议中的海航集团 也迅速地跌入了 支不抵债的深渊 在2021年的6月 由于不能清偿债务 海航申请破产重组 董事长陈峰 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也被捕入狱 从看他起高楼 到看他楼塌了 海航不过走过了20年 这个神秘企业的兴起和没落 都和一个政治大佬 息息相关 这个人就是王岐山 他和海航有什么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王岐山主集山西 1948年出生在山东青岛 他的父亲叫王德正 是个知识分子 1933年 王德正毕业于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曾经在山东教书 1949年之后呢 就举家迁往北京 担任建设部 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 所以啊 王岐山的童年 是在北京度过的 王岐山中学就读于 北京三十五中 在这里 他遇见了人生中的 第一个贵人 这就是他的同学 姚明伟 姚明伟是红二代 他的老爸 就是中共元老 姚依宁 姚依宁当时是商业部部长 在改革开放之后 又升任副总理 政治局常委 是郑国籍的实力派 姚依宁呢 是陈云派系的重要人物 所以在党内 也是数大更生 他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姚明伟 就是唯一的儿子 通过姚明伟 王岐山又认识了 他的妹妹 姚明山 1969年 王岐山高中毕业 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的大潮 他被分配到陕西延安 逢庄公社去插队 在这里呢 他又遇见了另外一个 同样来插队的红二代 也就是他生命中的 第二个贵人 习近平 习近平当时在延安梁家河插队 两个人距离很近 大概就是60多公里 又都来自北京 所以很快就成了死党 但这层关系 当时还帮不上王岐山 和王岐山一起去 逢庄公社插队的 有好几个北京学生 其中就有姚明山 因为王岐山和他的哥哥是同学 所以姚明山很快就和王岐山 走到了一起 在两年的插队结束后 就结婚了 这场婚姻 彻底改变了王岐山的命运 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 娶过好老婆 可以少奋斗20年 这可是经验之谈 大家知不知道岳父这个词 是怎么来的 唐朝的时候 唐玄宗为了歌功颂德 去泰山封善 就任命中书令张岳 为封善使 按照惯例 凡是跟着去封善的官员 都可以张光 至少会升官一级 所以张岳就趁机把自己的女婿 正义拉进了风扇的名单 而且论功行赏的时候 把女婿从九品官 直接晋升为五品官 唐玄宗后来就偶然发现 这个正义一下就升官四级 就问大臣怎么回事 有个大臣叫黄帆错 他不方便明说 就讥讽了一句 此来泰山之利也 这都是泰山的功劳啊 其实就是说 他是靠老丈人的黑箱操作上来的 泰山是五岳之首 所以有了这个典故之后 中国人就把老丈人叫做岳父 其实这个典故也是完美的诠释了 王岐山的人生 他娶了姚依林的女儿后 那就不是少分都二十年的事了 1971年 刚差对两年的王岐山 就在岳父的安排下 逃离农村 进入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当了一个讲解员 1973年 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 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 就读大学普通班 所谓大学普通班 其实就是大专 1979年 王岐山又被调进北京 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成为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 1982年 姚依林在陈云的支持下 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并且进入中央书记处 老丈人生老关 王岐山也跟着走上了仕途 1982年 王岐山被姚依林安排到自己的手下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从此步入仕途 这一切命运的神奇转折 说白了 就两个字 关系 跟王岐山一样好命的 还有一个人 孟学龙 他娶了姚依林的另外一个女儿 姚明端 他们两个人作为年金 后来的命运还会产生神奇的交汇 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 有了岳父的保驾护航 王岐山的仕途起步顺风顺水 到1988年的时候 就已经当上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时主任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等等职务 当时的姚依林已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绝对的实权人物 所以在他的安排下 1988年 王岐山开始外放担任实职 先是担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一年后又转任建设银行副行长 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等 在金融系统历练了九年之后 1997年的9月 王岐山在中共的十五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广东省副省长 开始迈进权力的核心圈子了 他主持了对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清算 快刀斩乱麻的作风也迎到了很多好评 这也得到了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的青睐 朱镕基当政后 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领域的改革 所以他看上了在金融领域混了九年 相关经验比较丰富的王岐山 开始重用王岐山 2000年 朱镕基任命王岐山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负责推行各项重磅的改革措施 两年后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经济一蹶不振 王岐山作为救火队员 被调到海南 出任海南省委书记 又负责处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留下来的一些难题 实事求是的说 王岐山很好地完成了朱镕基交代的各项任务 至少是没有搞砸 所以也为他赢得了救火队长的名声 他这个救火队长在海南屁股还没有坐热 天上就掉下了另外一个大限饼 2003年初 SARS疫情席卷中国 北京也成了重灾区 当时因为北京处置疫情不利 尤其是被爆出隐瞒疫情之类的丑闻 那个时候胡温当政不久 还是比较顾及民间的舆论 所以就迫切需要找个人来背锅 刚刚当上北京市长不久的孟学龙 他才当了三个月的市长 只能勇于背锅 就辞去了北京市长的职务 作为一种安抚 同样是姚依林女婿的王岐山 就这样捡到了大饼 被任命为北京市长 这里可能有些观众不太懂 这种权力操作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中共在权力分配中 是很在意派系利益和家族利益的 孟学龙背锅下台 把这个位置让给他的年金 实际上就是照顾姚依林家族的利益 是一种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 全数平衡 北京市长这个位置 我在前面的视频中说过 他在中共的权力版图中很特殊 和上海广东一样 往往是重点培养对象的一个跳板 能够当上北京市市长 只要不出差错 基本都是准备进入政治局的前兆 本来孟学龙出生在共青团系统 他成长的路径也是团派 是胡锦涛准备培养的人 仕途前景原本要比王岐山好 但是因为这个SARS疫情的意外 导致王岐山取代了他 成了姚依林家族的新代表 2007年59岁的王岐山在中共实习大上 进入了政治局 正式跨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台阶 在岳父去世 朱镕基退休之后 其实王岐山也一直在寻找新的靠山和盟友 因为他不属于江派 也不属于团派 所以能够选择的盟友 只有习近平 前面说了 两个人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就是死党 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2013年9月 《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刊登了一篇采访报道 王岐山的知青岁月 里面就提到 当时王岐山是知青小组的组长 大部分知青和他关系都很好 习近平有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安 因为路途遥远 就先到王岐山的住处借树了一宿 两个人就合盖一床被子 有这么一层关系 而且两个人又都算得上红二代 虽然王岐山作为女婿只能算半个 但好歹也是红色家族的代表 所以两个人在当年团派和江派的夹缝中 结为政治上的盟友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以习近平当时的政治地位 虽然是接班人 但是还不足以把王岐山推上 政治局常委的高位 在2012年中共交接班的十八大上 本来货身最高的 外界普遍认为最有可能进入常委的红二代 除了习近平之外 就是薄熙来 在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发生后 胡锦涛和温家宝联手拿下了江派推荐的薄熙来 本来这个位置按理说是给团派的 但是紧接着又爆发了 令计划的儿子的法拉利车祸事件 这个事情让江派如获至宝 反过来攻击团派 最终让团派的提名计划搁浅 作为习近平的盟友 中间派系 同样作为红色家族的代表 王岐山又一次捡了大漏 在江派和团派的恶斗中 进入了最高领导层 本来中共十八大上内定的纪委书记是张高利 就是那个对彭帅霸王硬上攻的张高利 但是习近平的力争之下 张高利的位置换成了副总理 纪委书记换成了王岐山 当时的江派和团派可能都没有想到 习近平准备用纪委进行全力清洗的那种小算盘 没有习近平的支持 简陋也轮不到王岐山 所以王岐山很清楚 他的命运已经和习近平牢牢的结合在一起 没有习近平也就没有他王岐山 这才拉开了他作为酷逆的大幕 在2013年王岐山上台不久 凤凰网就发表了一篇拍马屁的文章 《王岐山脸谱》 里面就提了一个细节 王岐山入主纪委之后 经常向部下推荐美国政治剧《纸牌屋》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应该看过 王岐山特别欣赏这部剧的主角 就是那个非常擅长搞阴谋诡计的党编 弗兰克·安德伍德 党编这个角色在欧美的政治体系里面 一般都是指议会内部代表政党的领袖人物 负责督导同党的议员 维持议会内部党团的纪律 是一个隐形的实权角色 超盘手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 这个幕后的党变 他也确实当成了 为了配合习近平扫清党内的各大派系 王岐山可谓不遗余力 把纪委这个中共的警衣卫部门的权力 发挥到了极致 在短短的五年之中 他就拿下了440名副部级以上的高官 包括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 孙政才 令计划 殊荣这种副部级以上的大员 还拿下了18届中央委员43个 中央纪委委员9个 另外有8900个厅级以上的高官 基本上扫清了江派和团派的势力 留下的也实相的低调作人 再也不敢跟习近平作对了 我们都知道 在中共这种极权体系里面 没有谁是绝对的清官 或者说 清官是不可能在这个体系里面活下去的 你要想挤进权力核心 得到提拔 基本的逻辑是人身依附和利益交换 而不是所谓的政绩和人品 所以这种匠纲一样的体制里面 你只要跳进去了 就不可能出淤泥而不然 只要是掌握实权的高层官员 一插一个嘴 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 不可能绝对清白 所以习近平联手王岐山 竖起反腐的这个政治正确的大旗 以此来打击政治对手竖清一己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王岐山下手之痕 也远远超过了历届的中纪委书记 可谓改革开放后中共的第一酷吏 比如他为了彻底掌控中纪委 率先朝他的前任 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族下手 贺国强的儿子曾经以空壳公司的方式控股 方正正确 以此敛财 王岐山就以此来敲打贺国强 借机清理门户 甚至亲自去找贺国强谈话 说实话 这就有点借题发挥 发脸不忍人了 敲打贺国强是表面 正是那些中纪委内部的贺国强的老部下 才是王岐山的真实目的 对自己的前任都像狠手 那么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王岐山甚至把目标对准了铁帽子王曾庆红 我前面的视频说过 王岐山和胡舒立的财新传媒关系很近 某种程度上财新传媒就是王岐山的传身筒 所以王岐山通过给财新喂料 公开曝光曾庆红的老婆 王凤卿的侄女 时任广州市纪委书记的王晓宁 以此顺腾摸瓜 最后查到了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曾庆红情急之下 不得不通过江泽民向习近平求情 这才告一段落 而王岐山之所以如此卖力 敢于得罪这么多党内的大佬 除了他个人想当幕后控制一切的党兵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他还有别的图谋 他当上常委的时候已经64岁了 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老规矩 干完一届他也应该退休了 按理说这种情况下王岐山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 做事不要那么绝 因为你也就干五年嘛 但是王岐山下手那么狠 为了巩固习近平的权位可以说把大大小小的派系和山头都得罪了个遍 这种不留后路的做法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希望习近平定于一尊之后 自己也能凭借劳苦功高 继续当他这个人人都恐惧的党鞭 而且王岐山因为他老婆不能生育 他没有后代 只有一个大姨子过继了一个洋女给他 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但是很显然 王岐山这个学历史出生的人 把历史书都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 皇帝可以万岁 当奴才的绝对不能 众所周知 库历是中国历史上执法者中 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跟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最典型的就是唐朝的来俊成 武则天掌握大权后 很多人不服气嘛 外部有很多武将骑兵 内部又有很多忠实悲歌 急需一场权力清洗 但是你搞权力清洗 总得有个理由 而且还要有干这个脏活的人 武则天就专门找了一个坐过牢的混混 来俊成 让他来当鞭子 来俊成也不负所望 发明了各种奖励告密 栽赃陷害的手段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兹精 罗兹罪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只要想整谁 总是有办法的 在莱俊成的鞭打下 反对武则天的声音 很快就销声利己 武则天为什么要用一个库历 来巩固权力呢 这就涉及到所谓的帝王术 孤家寡人要达到一言九鼎 万众臣服 最快的途径不是收买人心 让大家拥戴 而是制造恐惧 让大家都害怕 三呼万岁听起来很过瘾 但是人心隔肚皮 那极有可能是假的 唯有杀戮之下流露出来的恐惧 才是真实的 独夫民贼啊 他往往既要当婊子 又要你牌法 抓着正义的大旗 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既行恶政 必带恶人 所以他就必须依靠库历 狐假虎威 以运动式的迫害 营造专政的那种恐怖 罗兹罪名 刑杀逆位 就像当年斯大林依靠贝尼亚 毛泽东依靠康生一样 每一个独裁者 都需要一个 甚至是一堆库历 为自己服务 所以新唐书 《库历传序》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非历敢库 使幼之为库 王岐山之所以能够那么风光 根本上还是习近平 为了当上皇帝 迫切需要进行权力清洗 什么反腐之类的口号 只是表面的借口 实际上不过是把权力 从一个贪官转移到 另外一个贪官 对于老百姓的权力 没有任何的改善 换一个上来 也还是个烂番茄 王岐山虽然充当了库历的角色 为习近平立下汉马功劳 但终究不是皇帝 而是为皇帝打工的 习近平看清了这一点 可惜王岐山没有看清楚 因为库历就像是皇帝的内裤 脏东西太多了 用完是一定要扔掉的 乃俊成那就死得很惨 甚至可以说 中国历史上的库历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所谓的鸟进工厂 吐石狗蓬 你不背黑锅 谁来背呢 王岐山自以为可以跳出这个规律 但可惜 再一次印证了这个规律 作为十八大后党内除习近平以外 最有实权的常委 随着中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 王岐山也功高震主 引发了习近平的猜忌 习近平的权述 这是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过 他并不单独倚重某个派系 反而是在习家军内部培养了至少 福建帮、浙江帮、上海帮等等六大派系互相牵制 对于那些长期跟着他干的部下他都不放心 何况是王岐山这种强势的人 所以王岐山被利用完了之后 随后就被抛弃也是在情理之中 皇帝需要的是可以控制的奴才 而不是怀有野心的朋友 在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已经牢牢地掌控了权力 定于一尊 王岐山的作用完全可以有别的酷力来取代 所以王岐山在十九大上 并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连任资格 而是被打赏了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虚职 算是习近平给他一个安慰性的奶头了 他也成了容易人之后 第二个没有任何党内实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 这种没有任何权力 只能出现在外交场合当花瓶的虚职 显然是以党边自居的王岐山不可能满意的 自然而然也就有了阴阳怪气 其实早在2016年 王岐山和习近平就有了裂痕 当时没有被抓的任志强先生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人大炮 公开在微博上批评官办媒体信党这件事 甚至说人民政府何时改为党政府呢 任志强先生除了是我们熟悉的红二代 地产大亨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也毕业于北京35中 王岐山比任志强高三级 是他的学长 甚至短暂地当过任志强的班级辅导员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 亦师亦友 非同一般 任志强随后被封杀 王岐山下属的中纪委网站 很快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千人之洛洛 不如一事之恶恶 虽然说的不是任志强的事 但是很显然是在帮任志强唱反调 任志强也因为王岐山这个靠山 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那次难关 紧接着在2017年的10月 王岐山已经知道自己 不可能在十九大上继续留任 所以一反常态 在党代会之前提前召开中纪委 18届八中全会 而且王岐山在讲话中 居然只字不提习近平 在会议的公报中 更是没有以往那种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些必须要有的空话套话 可以说心怀不满的态度 展露无遗 这种情绪 恐怕就是习近平 不能容忍的了 更要命的是 2020年的3月 任志强公开批评习近平的 疫情防控政策 直接大骂习近平是 一位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结果我们都知道 任志强被重判18年 任志强的政治立场 并不一定是王岐山的 甚至从王岐山以往的言行来看 他一直都信奉威权主义 从来没有什么政治改革的言论 和开明根本不沾边 但是他和任志强的私人关系 不可避免的会让人联想到什么 尤其是让习近平这种小肚鸡肠的人 联想到什么 对于皇帝来说 你多次表露不满 而且跟反贼有关系 那你就有可能是反贼啊 本来就猜忌 这下就更不会放过你啊 王岐山的挡边之路 终于走到了尽头 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 海航董事长离奇死亡的案子 海航这个从海南发达的企业 和王岐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8年 王岐山成为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他手下有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 主任叫做陈锋 是王岐山的心腹 1989年后 王岐山转任建设银行副行长 陈锋则南下海南 创办了海航 2002年 王岐山当上海南省委书记 再度成为陈锋的上司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海航迎来了大发展 王岐山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 人脉很广 所以海航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 依靠王岐山这个幕后大老板 连续获得巨额的融资 2017年中国的八大银行 对海航的受信总额超过八千亿人民币 也正是依靠国有银行不断的输血 根本就不赚钱的海航 在全世界挥舞支票买买买 从一家注册资本只有一千万的小公司 最终变成了世界五百强 他的发家之路和邓小平 陈毅家族的安邦集团完全是一样的 用国有银行的钱通过金融杠杆 疯狂并购 最终利益落入个人的腰包 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洗钱的很多路数 我就不展开说了 海航的高层 陈锋王健等等 其实都是王岐山的马仔 因为海航的股权非常神秘 他最大的股东是海南省慈航工艺基金会 但是谁控制这个基金会 从来就没有公布过 而他最大的自然人股东叫做冠军 这个人是谁 在哪儿 甚至存不存在都是一个谜 说白了 海航就是一个红色权贵的秘密金库 他的股权注定也必须是一个谜 知道这个谜底的人 很难善终 所以习近平想要敲打王岐山 当然最好的切入口就是海航 2018年开始查海航 切断了海航的资金链 这也导致海航立马就陷入了流动性危机 2018年的2月 海航的董事长王健 在内部会议上意味深长的说 海航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 他这句不合时宜的自爆内幕的话 也就注定了他的结局不会太好 然后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内幕 当年的7月 王健在法国普洛旺斯旅游的时候 离奇罪亡 法国当地的警方发布的调查报告说 王健是为了拍照 爬上高墙 不慎跌落死亡 这个理由相当的牵强 不仅让人浮想连篇 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 作为一个知道了太多内幕的人 王健的死 对谁最有利呢 或者说 谁最希望他死呢 但即便如此 海航也没有逃脱被彻底清算的命运 2018年的9月 习近平开始对海航动手 在卖掉大部分海航的资产后 2021年的2月 海航被破产清算 董事长陈峰和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也被捕入狱 海航的被查 仅仅是习近平敲打王岐山的一个开始 就在清算海航后 同年的3月 王岐山的旧部 湖北省省委书记蒋超良 以抗议不利为由被撤职 10月 跟随王岐山多年的贴身大秘 董红被带走调查 最终以受贿罪被判处使缓 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个董红 从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开始 就一直跟着他 直到王岐山当上中纪委书记 董红出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 外界都说他是王岐山的贴身大管家 这样贴身的老卢被清算 王岐山居然都救不了 可见情况是多么凶险 但这还没完 王岐山的另外一个心腹 招商银行的行长田惠宇 他曾经是王岐山当建设银行行长时候的秘书 2022年10月他也被抓 遭到双开 目前还没有判刑 在中共的权力斗争史上 向来都是存亡此寒 吐死湖碑 自己的部下和心腹接耳连山被清洗 在中间传递出来的习近平敲打的信息 王岐山不可能不懂 所以大家看现在的王岐山非常实相 听天由命彻底躺平 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以前的自己 他用同样的手段 为习近平扳倒了无数的党内派系 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酷吏 没想到转瞬之间 自己也成了通呼吸共命运的受害者 苟延残喘 奄奄一息 王岐山的故事说起来都是似曾相识的段子 一点都不新鲜 这样的段子 在中共的历史上出现过太多次了 在权力的绞肉机中 今天缴别人 明天被人缴 司空监管 层出不穷 王岐山真正让我感慨的地方 就是他居然是一个学历史的 而且还是一个号称爱看历史的人 他大学学的是历史 工作后又在陕西省博物馆当讲解员 2018年10月 他去以色列进行访问 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就向他推荐了一本书 威尔杜兰特写的 《历史的教训》 王岐山当场就回复他说 我看过这本书 我也很想向你推荐 一个天天研究历史教训的人 按理说 中国历史上的酷逆的结局 应该是一清二楚 但结果 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做了一个酷逆 他和他的部下 本身就是腐败的一员 但是打着反腐的大旗 为虎作仓 咒咒为虐 为习近平称帝 不遗余力 扫清障碍 说白了 也不过是为了那么一点点 可能的权力奖赏 王岐山可能始终都没有明白 黄泉是不能够共享的 黄泉之下 没有所谓的二把手 只有主人和家卢的区分 酷逆之所以能够威风一时 所依靠的 无外乎就是和组织极其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一旦遭到主人的猜忌和抛弃 那么必然是强盗众人推 下场极其悲惨 在王岐山之前 重庆的王立军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凡王岐山有点自知之明 我觉得他都应该先跟王立军好好聊一聊人生 权力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不会让人更聪明 只会让人更疯狂和愚蠢 所以当人家的走狗 就要明白自己背黑锅的工具性质 卖身容易 卖命实在是很难 完全是个需要慎之又慎的技术活 因为主人的需要 风云际会 这并不是你的能力或者攻击 所以王岐山今天的悲凉下场 实际上都在意料之中 不值得叹息 无边无际的集权脚肉集中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王岐山既不是第一个 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叶故事 咱们下期见